墙打过点 第一梭子因为过点比较短 所以给了小童一定的反应时间 有半血但是最后靠修脚 主要是这个拖拉机轮子太大了 对 底盘比较高 这个轮子起码21寸吧 这轮子现实当中的话 应该快到人 反正是比腿比腰要高一点的 路线就这么多 先看一股导车 MOSTER 前点位 还有老菊 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枪线 是 有人去容错 这个站位的话这小圈是跑不掉的 回防的过程当中是被F2 先稍微调整一下 因为圈马上收缩的圈形 另外一边就IP 跟CDC已经打起来了 周平也好像是被发现了 是的 但是从位置上来看 好像CDC这边好像要被补掉 全是继续一个北七啊 还好爬到了港亭的后面 可以救 我猜已经是被补了 又是一个北边的圈 KRG不是在圈中心吗 他这里被补了 那也就意味着有队伍对他威胁很大 是的 而且圈兵啊 这边扣的19被打掉了 天霸整体的推进 让DDT觉得有点难受 而且DDT两个人在一个坑内 刚才明明是DDT把车全部往北边移 看似是想打天霸的 最后被天霸反打了一个 GFY跟悟空也打起来了 两边都是在竞选的过程当中碰到了 嗯 有人头的互换 先补分 是的 先补 Summer是先离开了队友自己去找点了 是的 看样子应该是GFY近年打不成 嗯 打人太多 只剩Summer一个 车身木曜很大 甚至还鸣了两下敌 按按喇叭 这边是个满边啊 没地方去了 看看有没有厕所 稍微往回开 往回开 左边右边都待不了 要往回开了 是的 实习抽到了Sasa 那天霸就只有两个战斗力 而且天霸的隔壁是XCG 贴了XCG和天霸旁边的那个反鞋 小鬼应该是吃信息的 嗯 想来DDT这个房子 先看一看 大三和红砖楼吃到一个切脚 哎 哎 哎呦 这个车 我觉得 我是觉得这个车停下来的时候 导播就似乎有预感 这个车可能要发生点什么事 这个镜头已经锁在这里了 这车要造反 而且手刹没拉 关键是一岛伏笔 能救就还好吧 反正蓝拳现在没来嘛 也没有人看到 就到我们没有 全边的话 蓝牌之间有三只队伍这一侧 嗯 SMS 悟空 那New Happy包括窄边的CTG 是的 那CTG肯定是稍微有一点优势 毕竟是 悟空已经是先从南部进圈了 那New Happy的这个方向过来的话 可能可待的位置不太多 沿途是被扫杀了一个冥密 太难了 他们一共两张车的话 前面的车进去了 那这冥密车上还有一个人被滞留在原地了 没错 先看经典 悟空直接强顶了 GFY 最后一个人 我觉得GFY 这波防守真的没什么问题 是的 阿童木疯了 我好像觉得阿童木猛寒 是的 很种获得分数的感觉 两个人把球馆守住现在正面 TOOTAP直接撞到FG 脸上 还有一个刀片操车 这没了呀 他这个就是 他无论从哪个车位切出来都死路一条 是的 哦 这颗雷 一捕一捣 XCG是等了很久了 但是KID好像是被云者木子里给补掉了 从M去冲DDT的防御 DDT还没有完全把所有人都拉回来 嗯 Spaceman还在外面 长长方只有一个 但是FM不知道这个防御局是谁对吧 对 冲就完事了 先打 今天FM打得很远的 就是这个腿脚有点 放出来让给FM 因为Spaceman在远点 第一时间没办法过来支援 他现在也不好过来 是 考虑一颗雷炸倒了南南 那也就是New Happy 蓝白之间的人直接 嗯 你还K到一分啊 不亏 是的 两辆摩托 这个载具也太拉胯了 两辆摩托车一辆蹦蹦 这拉胯中的拉胯这个载具 旁边是不是有辆跑车 但是那个跑车可能不太好开啊 应该是已经被淘汰掉的 想要试图从南部 找一个机会吧 因为南边的队伍可能会要打起来 是的 DT的天弟弟被抽倒 想打吗 路路已经贴近点了 先给自己拉一个过点 其实我觉得现在比较急的是SMS SMS 如果有车的话 就一直在想你 顶上大船这个位置 天把冲了 我直接要顶 第一个人下来半选 第二个人下来也是半选 七七 学压还比较健康 小路一个人怕是有点难顶 人有点多 是的 枪线有点太穷钱了 阿维打了一个 是的阿维打了一个 然后蒙泽轩又出手 两侧枪线180度交叉 这个墙旁边根本呆不了 我是觉得这部防守其实比较轻松的 是的 一颗雷 低人高 因为派轮太先走 再来一颗 他这个所有的人被篮圈压缩的空间 特别的适合人头之舞 是的 CDG 这里也是要对南部进行进攻 那么又要再次考验GFY的一个防守的能力 而且这次有可能是变得两个队 哇 飞起来了 呃 上一次是谁 上一次是王刀 是的 就是在空中都还可以开枪的那种 他在飞 封了这个一楼的视野 直接要顶 但是墓子里被火瓶是直接补掉 三百面对老队友丝毫不手软 是的 呃另外一遍的话 TMA在冲击SMS的单人路 但是远点17的枪性啊 泡泡根本没顶住 这样的话进攻 后来说只有两个又是DT的枪线 DT宁家一个人扛住17三个人 然后天天继续想去对房区进行输出 是的 天天这里已经拿到了足够多的人头和淘汰 但是队友宁家已经到地 17要马上过来 天天不想在这里去扛17的枪线 他要往房间冲还是往里面冲 翻圈刷了 这个时候圈刷了 那只能在房区这边就有办法跟 可以撤了可以撤了没必要了 是的 知道其实在无声的转角 但是因为有烟的关系 要混一样吗 天天打了一个 一个背身 还好还好 是的 没有被补掉 GFI在这个防区 防守力很强 但是 17两次南下 试图劝架 都没有拿到太多的分数 其实出头马去也还好吧 能接受 他很想要淘汰分 你可以看出来 17想对DT 4M吧 4M对17有想法 是的 对DT 就是DDT 我被你传染了 救命 先看一下另外一侧 天妹这侧宽边还没有打完 想要去进攻XCG的残边 XCG这里可能有点小吃头之卧 是的 倒一个人的情况下往前压 刚好看到人 只能说天妹在今天终于找到一个 比较合适的一个起退点 是的4M在进攻DDT的过点当中 被17抽得很惨 是 这个没办法因为 这个反扑你要进攻 首先你要扛圆点枪线 DDT正面又有三个人 17也是爽抽的状态 是的 所以想要去防范天妹有点难 高打第一 1112 9个淘汰 9个淘汰 crazy 是 因为蓝圈妹完全过来的情况下 TMA的站位是比较松散的 就是他可以随意的拉 DT不撤的话 他就可以很好的进攻了 那就是因为DT撤了 嗯 4M就很难受 3颗雷要顶吗 4M倒了 4M路过了DDT 那他肯定要被DDT两个枪 先抽一下 但是有金 你也雷了 露露想往 想往前顶 但是这个雷 来不及服 112流血流掉了 是的 因为有信息给爆了 这边小哥 将露露打掉 哎最后一个 金海 其实今天小海 在正面突击上来说 其实冲的还挺快的 是 圈形是一个 但是刚好这个时间过了 对我沟通一下 人白了一起上 拉过来没问题 好 前四已经出炉 十七仍然是满边 但是十七是唯一不在圈的队伍 是的 你不出山的话 打厕所有点不太明白 所以现在危险感 是最强的就是天路了 哎呀 就是这个点 天路就一定想要在这种过点 尽可能的削弱十七的编制 嗯 人头被K了 被K了 这个很气 前面可能看出了一个小镖 嗯 没办法 没地方去 哦 这个人头 就等于是拿下了嘛 是的 好 屁个后面没有强行 后面还是想 做点动作 现在 我觉得 只有推三是比较好的选 就是两个选择当中 二选一肯定会选推三 哦 刚出来高兴就被匆匆 这个没办法 的迷你给打了 因为你毕竟是直架的嘛 对 打把别的包打 嗯 哦 就抽到一个 是的 刚才这个外延跟匆匆对枪的人倒地 是的 就跟山上没什么关系 哦 都说当心了 是的 天路要吃蓝圈了 我都在想呢 我一直在看拳击 匆匆是先吃蓝圈的人 不要应对啊 没必要啊 蓝麦就现在自己屁股后面 感觉对象有点伤 还是想走底坡的 但是 FM是有雷火的 在同一枪线下面还有雷 这一刻雷杰在门口 基本关的 呃 但是想的就是能保一个是一个嘛 是 但是分数是被小鬼给拿下 哦 DT7现在有点小 有最难选择的一个队伍 但是 阴差阳错之间的话 他最近的这些敌人人数都 少了一个 哦 高薪二导 过点因为太难过了 对了 萨塔伊克雷把人头给K掉 但是萨塔自己刚才露了点声味 血量非常的堪忧 嗯 在眼里面 再来 有效果吗 但是扔的有点远 他扔了高薪的那一侧 萨塔最后被数据给解决掉 是的 萨塔知道他自己 是不可能吃鸡的 是的 那小 进圈距离其实差不太多 嗯 现在场上是17的人最多 二打一打一一切都不好说 二打一 一打一这边是打赢了 戴富艾尔这个掩体实在是太有限了呀 是的 就太局限性了 对 能打赢能打倒一个就有机会 哇 这个小屁克 速九 我天哪 一打一 这个每一拍都没有在永远的那个节奏上 就速九的这波 是的 因为永远的节奏是拉满的 对 因为毕竟速九没掩体 通过这个小窗口 打残了 因为这个要 刚刚打上来 有一个烟可以做腾挪 前补分 小鬼贴到清点 有白 从位置上来说 其实小鬼会更好 但是正面 还是小鬼顶住压力 为十七摘下一击17分 是的 十七这个我真的是很